天气方面,这个周末冷空气南下又要转为湿冷了 更多资讯我们交给轩童 这几天的天气状况都还蛮类似的 今明两天都是早晚比较凉 但是白天的时候比较暖热 以今天来说,北部地区温度大致是高温25度 中南部26度 局部地区当然还会来得再更热 而到了明天的白天也类似的状况 但是到了晚上之后 在中国大陆这里会建立起一道封面 所以到时通过台湾的时候 就会导致在整个西北部地区 开始出现晚上飘雨的情形 而在整个东南风 则是因为这地形雨的关系 会带来花点台东地区一些地形性的降雨 再来关心的是这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 在礼拜六的时候 冷空气慢慢的南下过程当中 当然影响的时候还只是东北季风的等级 所以在北部地区温度是下降 但是中南部还是有27到29度的高温 而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强度达到了冷气团 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等级 不止北部温度下降 甚至连中南部的低温 也只剩下12到14度 但是最冷的时间点 是落在下礼拜二 下礼拜三 强度来到了寒流 不止北部7度 中部8度 南部11度 甚至部分的空旷处 还会在减个1到2度左右 所以在北部地区 5度以下的低温 不是不可能 再来关心的是雪的部分 在礼拜一的时候 这水气以及温度都配合 所以在1000公尺以上 北部的高山是有降雪的几率 而到了礼拜二 礼拜三 甚至这雪线会往南压 所以中南部 花冬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也有降雪的几率 再来这一波会冷到什么时候 目前看起来 从礼拜六开始慢慢的变凉 礼拜三的时候 是最冷的时间 而甚至到礼拜四 它转干 清晨的时候还是蛮冷的 所以提醒大家 还是要做好预寒的工作 而再来是水气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在礼拜六的时候 因为封面通过 所以整体的水气是多 而到了礼拜一 整体雨是有稍微的趋缓 但是很快的 到了礼拜一到礼拜二 因为华南与区东移的关系 雨区范围又再变广了 一直到礼拜三之后 才会转为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 所以赶快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 因为之后会越来越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